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回扣 回扣啊,这个可以说是中国传统 几千年文化了 那么在中国如果不行贿社会呢 是活不下去的 或者说是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 也做不大的 就说说我的行贿社会的案例吧 其实我知道 你触犯法律的 但是没有办法 你在那个职位上 你这件事情你绕不开 行贿 我必须要去 因为什么呢 如果我不行 别的 有多少人送东西 送了什么他记不清楚 但是没送的他一定记得清楚 收贿 如果你不收 别人就觉得 你跟他不是一条心 随时 就是你不能进入到他的信任名单里面去 那行贿社会呢 都有一点讲究 都有一些门道 我给大家讲个小笑话 就是我们公司呢 新来了一个员工 做了一个项目 然后呢 一直不温不火的 然后合同签不了 我们领导就说呢 哎 你看这过节了 对吧 你给他申请点 这个 你你你填个单子上来 申请点费用 我给你批了 你去送点礼吧 其实也不多 一千块钱 购物卡 然后呢 这个员工行啊 那就填个单子上去 老大也批了 他就拿着一千块钱的这个两张五百的啊 这叫金门通卡吧 还金什么通 然后我现在不在那个里面 时间太长了 我也不怎么参与这个事情了 然后呢 他就拿着这两张卡 然后呢 他就去送给客户 结果他没送出去 他回来呢 你看他也傻 像我们这种 以前啊 过年过节的时候 我一申请那个卡 就是五十一百张的申请 面额五百一张的 二百一张的 一千一张的 两千一张 我都有 我一到过年过节 我得申请有三十万到四十万的卡 然后呢 像有一些人呢 他真的就不收 他死活的不收 怎么办呢 那这卡我自己就拿去买衣服也好 他是可以买商场用的 买衣服超市都可以用啊 银联的对不对 对吧 我们就自己用了 但是呢 这傻 傻孩子 他不这样做 一千块钱卡没送出去 他也给领导拿回来了 到领导那边说 领导我送他这个卡 他死活都不要 我就给他加在本子里面送给他 他也不要 他给我退回来了 给我们领导气了呀 他说你这废物点心 你拿着这个东西 你都送不出去 你怎么那些想办法 你把他搜下来 他只要拿了你东西 你就告诉你这个合同 就很快就能签 然后呢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客户吧 他也对你的产品挑出毛病来 也没有说你哪里不好 也没有说哪里好 还有一个他的合同还没订 他也没有订哪一家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是最容易促成这个事情的 而且过节也到了 给客户送点过节这个 这个礼物 这个最好的借口了 结果他没送出去 那一般的行费社会呢 都是最信任的人 我最喜欢的就是8月15和过年了 8月15我为什么喜欢呢 8月15也是送礼的好时候 8月15我这个人呢 我是喜欢吃螃蟹 所以呢 在8月15的时候 就那个螃蟹大杂蟹的卡 那特别特别多 很多呀供应商送来送去的 那我送给别人的 别人转手又送给另外的人 那一般呢 我比如说我给某个领导送礼 我送给他什么了 然后呢他会说 哎 小李啊 我这样有一张卡 你拿走吧 他会把别人送给他的 再转给我 很多呀 这些就是尤其像项目上 这些礼物都是好东西 你比如说 你外面买的购物卡 那个大杂蟹的卡 可能一只螃蟹就二三两种 但是这些项目上 送给这些领导的卡 那些螃蟹都是半斤一只的 都是大螃蟹 都是好东西 那个月饼都是最好的月饼 可能那一盒月饼就四块吧 都得要七八百块钱 你外面普通人吃呢 也就是一百二十块钱 里面来个四块 对吧 都是那种 当然我在中六节 我是从来不吃月饼 因为什么呢 我有一年 我月饼 就是都已经泛滥了 就是那种 我甜的 我是也不怎么爱吃 另外还有什么呢 像什么购物卡呀 什么 那个 包括买菜的 买衣服的 什么都有 包罗万象 你比如说 有一个领导 我给一个领导送东西 领导问 你爸爸抽烟吗 你把这个烟拿两条去 那个烟是金色的南金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玩意 一百块钱一包烟 一条烟就一千块钱 咱也不知道 咱也没收过这么多 也没买过 所以咱也不知道 后来我把这个东西 我给 给转手送给别人了 别人告诉我 这个烟是一千块钱一条 你就说项目上 尤其是工程队项目上 送的礼 绝对都是好东西 没有刺东西 所以我最喜欢8月15 一个是可以收螃蟹卡 我拿着公司的钱 去送礼 送给客户 对吧 我满足 这是公司的要求 这是公司的要求 不是我主动要求送的 另外呢 我送给别人同时 我还能收到礼物 相对来说 两头都是赚的 然后 被动的 然后这些受贿的人呢 里面还有一个 主动的受贿的 就是 他到某些节日的时候 或者在节日之前 或者不是节日 只要他想要 他会给你暗示 比如说 现在 比如说 7月份这个季节 大闸蟹还没好呢 他会暗示你 哎呀 我们好久没 我好久没吃螃蟹了 现在螃蟹上市了嘛 那你就得听话外音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吃 好久没有吃螃蟹了 螃蟹上市了嘛 如果你能搞到的话 是最好了 你就得会听音 这就是中国国情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社会 所以你说那个 什么项目爆雷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一点都不奇怪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甚至有一些干部 你比如说在一个镇 他的那个镇长 对吧 他是原来是寄生部门的 寄生部门 管计划生育的 以前呢 没拿他当回事 然后家里面养了花 然后会 会跟他要一点这种避孕药 干嘛用了花啊 还有鱼啊 你跟他要的避孕药 然后呢 你泡在水里泡一泡 然后浇水 然后鱼呢 会长得特别好 就是家里的养殖鱼 他有这个东西 寄生部门 他有这个东西 另外呢 你看他后来转到这个 城市建设这一块 小城镇建设这一块来了 那这种人突然开了一个口子 他非常非常谈 没有节制的谈 什么都要 像过节 什么茶叶呀 月饼啊 大闸蟹呀 购物卡呀 超市的 商场的 什么都要 真的是酒啊 这些什么都要 所以说 行贿 社会 这个 在这个 回扣在中国 这一块的话 基本上是一种国情 如果你遇到 同样的事情 就是说 快要达成 又达不成的情况下 那你要记住了 赶紧把这个 钱给垫上 我这里也不是教大家 去行费社会啊 因为有一些事情 还是量力而为 但是我只是想说 在中国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这种国情 你要想它好 你要想你自己好 那你就只能 这样子一直走下去 你要想达成某个目的 最快的捷径 就是这个办法 所以为什么 我现在不在那个 我以为啊 以前这种民营企业 是这个德行 后来我进了外企了 它也是这样子 那些外企到了中国以后 都变了味儿了 所以说大眼刚 这就是我后来想 自己做点什么 然后出来不在中国国内 就是不喜欢那种氛围 不喜欢那种 被人那种拿捏惹 然后还巴巴像狗一样 舔上去给人家送东西 然后求人办事 这种感觉 我不喜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离开那里的原因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跟大家闲聊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个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聊 都是敏感话题啊 拜拜